直播吧 新赛季的一甲联赛 新赛季立下很多汉马功劳 我们合作了四个赛季 他在我眼里是一位非常伟大且专业的球员 协商解约这个决定 也是球队与球员本人相互同意的情况下完成的 新赛季的策略 我们球队在今下加强了阵容深度 当然联赛里的许多对手也是如此 我不敢说这个赛季一定会比之前来得容易 但我们在赛季之初就需要稳扎稳打 球队虽然有所不强 但大家不能断定今年就是我们的欧挂年 除非我们能达到像2015年和2017年的高度 要知道 为了到达这个位置 我们每天都非常刻苦工作 使我们的实力更上一个台阶 谈球队备战情况 到时候你会看到 C罗会和石齐斯尼 基耶利尼 皮亚尼奇 坎塞洛还有桑德罗等人一起出现在受发振 容忠 这将是C罗的一甲首秀 曼珠和马图伊迪 现在也在一个良好的条件下进行状态的恢复 要知道他俩今下都参与了世界杯 不过现在他们恢复的状态非常好 他们的身体状态难以置信 倒就像安装了一个引擎一样 基耶利尼是球队里的领导 不止如此 我们更衣是有好几位像基耶利尼这样的球员 拥有这种领袖气质的球员 是所有游升球队 力举杯的关键特征 伯努奇的状态相当不错 他明天也会在首发阵容当中 只不过到现在我还没决定首发阵容中的中场组合 谈C罗的价值 C罗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球员 他的各种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他给球队带来了额外的价值 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过往 所取得的荣誉去放慢夺冠的步伐 我们需要相信球队是具有实力赢下每一场比赛 因为我们拥有C罗 对新赛季的期望从纸面上来说 我们是一甲联赛里最强大的球队 但这还不够 为了获得联赛冠军 我们必须在每场比赛中展现出对胜利的欲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